开始今天的中场会后的转述 会中赖金的主席也针对性贫事件有做财势 从上个礼拜三到今天 本党接连爆发多起性骚扰跟霸凌事件 有的发生在党中央 有的发生在其他场合 针对发生在中央党部的部分 党中央已经筹组了调查小组 而且现在也正一案一案的进行调查 已经有初步的了解 后续也会进入性贫委员会的程序 这些事情凸显了我们在制度面 跟人员训练还有观念的不足 无法及时制止错误行为 保护被害人 纠举加害人 并有效补救错误的行为 所造成的伤害 这个礼拜以来 我们做了三大党务革新的工作 第一 加强通报机制 除了由受害人的单位主管 寻党内的程序来进行之外 现在也多了三项 第一个是可以直接跟MU长直接申诉 第二是性贫部主任设立了一个专责信箱 类似党内的专线电话 而且这个信箱只有性贫部主任可以查阅 以保护当事人的隐私 第三 增加外部的机制 设外部的社工资源系统 也就是跟外部的心理跟法律专家来进行保密合作 当同仁的隐私及总统考量 不愿意进行内部通报的时候 可以透过社工师的协助连结资源 咨询外部心理跟法律专家 寻求专业的支持跟协助 并且在最自在跟安心的情况之下 诉说自己遭遇到的性骚扰 或更严重的性侵害的案件而获得保护 第二 秉持零容忍的处理原则 任何的申诉一定会进入性贫的程序 只要申诉透过上述四个管道 一定会进入性贫程序 也就透过党内的性贫小组先来进行协助 后续会有外部的性贫委员会 协助保护当事人权益的程序 然后在进行过程当中 被害同仁在内部咨询过程中 在经过同仁同意的情况下 全程得有一名性贫申诉委员会的委员陪伴 或者心理的辅导师来陪伴并协助他 另外 在会中 党民部长许立民 许民部长说 民进党因应近期性贫案件 中党部提出性贫改善 跟性烧防治加强方案草案 今天提出的报告 主要是讨论的初步方向 并且用这个草案 作为基本的讨论原则 未来也会跟相关的团体 专业的人士跟基层党工 来进行由下而上 由外而内 来针对这项草案 来进行对话跟沟通 并且倾听跟凝聚各方的意见 让机制更完善之后 未来会更明确的把这项草案 更明确之后 提交中常会或中职会 来进行通过 另外 这项法草案的改善方向 分别为防治跟救济 两个部分双管齐下 防治策略部分 透过书面声明行为准则跟性质的课程来加强本党主管的处理能力或受雇员工的性别意识从源头遏止性质案件的发生那么在救济部分透过新增的救济管道而新增的申诉管道包含增加外部管道跟内部的申诉机制强化申诉方式而另外也透过明定的处理准则包括纳入申诉委员会外部委员来参与申诉救济流程 明定各阶段的处理方式来改善性质事件救济以及处理流程